怎么了 我现在被扣在那个杀鸡园了 什么 他们没办法你怎么样吧 现在还没把我怎么样 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给我锁这儿了 手机跟相机都被人家给收走了 我是趁他们刚才过来送吃的的时候 把他们的手机给收过来了 才给你打的电话呀 连总 你这样你别着急 我想办法救你 夏区长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我把他们手机收过来了 他们等会儿肯定发现了 肯定得回来 不知道我干出什么事来的 我知道 什么救谁啊 我找人私下帮我去调查 那个杀鸡园去了 现在这个人被扣了 他偷了别人手机给我打的电话 要是待会儿被发现了会很危险 那叫什么 我原谅 电话给我 喂 冯远亮 你好 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啊 你现在被关在什么样的房间 是楼房还是平房 门口有没有人把守 还有就是他们多长时间过来看你一次 我现在被关在一个平房 然后就在一个码卷边上 他们这儿的门都给我反锁了 窗户也锁了 我出不去 我估计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他们知道他们手机被偷了 马上就得发现 你快想想办法 你听着 你别着急啊 那个人肯定回来要你的手机 越在这个时候 越不要慌张 一切都无所谓 最关键的 是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我手机到处找不见 肯定是刚才送饭的时候 比那小子偷的 这小子 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的 对啊 快 你说了我这小子偷的手机 还敢报警 我没报警 我干嘛报警啊 没报警给谁打电话 我没有报警 你还打过来干嘛呀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你要是再不回家 就别回来了 抱着你的相机过吧 天天就你们要拍照 拍那么多也不挣几个钱 就你们刚才给我送饭的时候 把手机落这儿了 我就赶紧给我媳妇打一电话 省得再担心 对吧 我跟你们说 我是拍照片的 搞摄影的明白吗 我在这儿 给那个国家地理杂志投稿的 这期不是讲职务吗 我一看你们沙集园这么漂亮 我没忍住 我拍了两张 但你们也没说不让拍呀 对不对 门也没上锁 我也不知道啊 你们能不能让我走啊 我还没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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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美女 你能不能让我走上